天氣 其實這裡我有六十幾個同類 都是遊艇和屋子的混合體 雖然我身於水上 但主人一樣很努力 去裝修和我裝修 如果只是看裡面 很多人還以為我是一間獨立屋 至於為何主人要住在船上 他就說因為香港的樓價貴 三、四百萬, 基本是買不到幾千呎 所以就買我來住吧 這裡有三層高 我就是中間這層的渣必人 這個大廳有七百隻這麼大 應有盡有, 一點不失禮 不過可能心理作用 經常都想著自己的船裡浮著 所以特地掛一張畫 然後放一張牛牛在地上 希望加強一些陸地的感覺 有空主人又可以從大梯走出露台 一般人就想露台有個無敵海景 我就不幸了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海道 不過在這裡看樓的感覺又挺有趣 下面有什麼好看 不如上來探望我上層吧 廚房、飯廳都在我這裡 雖然這裡的裝潢沒有下面那麼講究 但也不錯 還有吃飯不用按死板 喜歡的話 走出去對著海慢慢彈也行 主人興致到的時候 就會來駕駛室帶我出海 但是出一次也挺重的 所以這陣子也出笑了 不過主人也堅持一年 帶我去香港仔那邊的船廠 做一次全新檢查 每次都要兩萬元 上兩層比較高調 我下層就喜歡低調一點了 我這裡分別有主人房、書房和客房 不如先看看客房吧 其實客房位於船頭的尖尖的位置 雖然不算大 但是勝財夠感覺 你說了 有多少間客房可以一邊睡覺 一邊看著天 船頭的客房又這麼有感覺了 船尾的主人房一樣這麼正 這裡有二百呎 從這裡的窗看出去就最貼近海了 只要你有耐性 隨時可以看到魚在你字面游過 你可能會覺得我很奇怪 不過我告訴你 我完全是以人體工學來設計的 當你躺在上面的時候 就會消除疲勞 感覺就像海蟲在你按摩一樣 在主人房和客房之間 就是書房間休息室了 這裡雖然不算豪裝 帶船槍透了光進來 聽著海浪聲, 看書 想想東西, 靈感也比較多 難為我這個電箱 不停天天供電給你們 我整年沒洗過澡 主人也沒理會過 看看吧, 其實這個船屋 包括遊艇的會值挺划算 會值也值56萬 我們的瘋狂的價格 這次是划算, 非常划算 300萬而已 300萬, 買3400呎 我想先出價吧 不行, 有人出價… 誰不拍雲朗, 敢出價 真划算 這是划算 先搶錢, 導演 383 有見地 383… 330, 來 4500 想掉了 企圖500 500 因為這些是怪屋 喜歡的就非常喜歡 撞客 對 撞客 這些要登在哪裡呢 登在甚麼SC,甚麼P的報紙 撞西人那些 是… 那些是很對的 是… 真的很對 500有沒有 50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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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30 530 530萬, 一次 530萬, 第二次 沒有了 500 導演 30萬, 五四零 五四零 導演空有成竹 他知道今次應該是他 導演說來到第三個 已經拼命了 很難跟別人交代 來到第三個 還沒買過東西 不是 找手突擊, 導演 540 540 第一次 540 第二次 540 導演, 恭喜你 成交 成交 這個, 賺幾個 其實都挺大的 賺幾個 划算? 划算, 看一看 賺幾個 600萬 多舊啊沒有 幾十吧 剛剛好, 撿60 恭喜你導演 這層樓 這層樓 這層樓撿了60萬 現在就… 一點點吧 五零六零了 你導演 我們看這層樓 是一個很迷你的 但有一個皇宮 這麼特別? 嗯